哎,我的天哪,三年了,我终于回来了,这家还是一点都没变呀,回去了,我老公肯定吓一跳,我这次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,老公,老公,在家呢,你媳妇我回来了,快出来帮我拎箱子,我箱子都拎不动,哎,怎么怕呢? 他没人答应呀,哎,老公,你在家吗?哎,老公,快出来,别藏了,哎呀,媳妇,你可算了,这辣子,太好了,哎,冷不冷啊,外面,外面天气还好,你刚才是做饭了,真的吗? 我刚才在厨房里炒菜呢,这油烟机啊,声音开得太大,你叫我我都没听见,哎,你说你,你回来,你提前给我打个电话, 我好开车去接你啊,让你一个人回来,哎呀,不麻烦,现在坐车可方便了,我直接就到家了,我这不是想多多回来给你一个惊喜呢,我都三年没回来了,可想你了,哎呀,什么惊喜啊,你给了我一个惊吓,嗯,老公,你一个人在家过得好不好呀? 不好啊,你可算了回来了,不然倒晃啊,这以后了,这不一天晚上,这跟个大失陪聊天,哎,我也是,我在那边的时候,天天惦记着你,吃得好不好,穿得暖的暖,可想你了,现在我回来了,终于不用惦记了,哎,你吃饭没油啊,吃饭了吗? 没呢,我这不是害怕,坐不上回家的车吗,一路上都在坐车转车,没时间吃饭,我现在口饿了,哦,那行,你先坐着,我去给你做饭去,马上就好,我吃两个菜就好了,哎,你吃不吃罗胜喝,哎呀,这什么呀, 这不是丝袜吗,我三年没回来,这哪来的丝袜呀,再说我也没买过这个颜色呀,黄友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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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咋了呀,给我滚出来,来了,来了,来了,是不是,咋了呀,媳妇,饭都没做好呢,我,黄友礼,我问你, 这是什么,你今天不给我说个一二三,我跟你没完,不是,什么就是你的丝袜呀,我三年没回家了,你哪来的丝袜,我丝袜还能自己长腿跑回来呀,不是,不是,我真不知道这是谁的呀,不是,你从哪里翻出来的,我刚正准备要躺下,就看见这里面塞了个丝袜,我就没买过这个颜色,哎,你别着急,你听我说,你听我说,别着急, 我不听,我不听,我不相信你,不是,我真不知道这是谁的丝袜呀,我真不知道这是谁的呀,这,何有礼,我出去三年都没回来,就想让你和孩子过得好一点,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,给你生了孩子赚了钱,你现在还要给我戴绿帽子,你怎么背着我干这种龌龊的事儿, 我真不知道这是谁的呀,再说了,我也没有让别的女人来咱们家过夜啊,真的没有,谁,离婚吧,这日子过老头了,现在就走,哎,你干什么去,哎,你听我解释啊,何有礼你快点,离婚磨磨叽叽的,离什么离啊你,哎,嫂子回来了,什么时候回来的,你还走吗,刚回来,这就要走了, 啊,这就要走了,啊,大乔,我跟你说,这事没法过了,怎么了,嫂子 给你带来了,吧,我觉得你很惑不太贵,我刚才没想到的,你还会有什么事情 我不是给你带来了吗,我不想到你带来了,如果你带来了 no那个,你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呀,我不想你在这种情况下呢,我这样的情况下就好了我 那你轻人来得先走开,就是没有人带来了,因为我离开了,要不得带来了,我呢,我真的要不要这么快一点,不下去就能不能学会 对这个那种啊,你 없는人带来了,我们怎么会一样的事情 我这前两天我家孩子不要开家长会嘛 人家老师穿的正式一点去 那我想着我没有 我就去买了一条 可能是来找你的时候不小心辣在这 我就想着我怎么在家哪都找不着 我还大闷呢 这我的 这是你的 对 嫂子这我的 那你咋不早告诉我呢 朋友 你想干什么呀 我都不知道这是谁的 我怎么跟你说嘛 媳妇 行行行 你啊现在也别生气了 现在这个事情也解释清楚了 是不是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了解 你也清楚 别生气了 行行行 你刚回来 我给你接风洗尘 让我妹妹给咱们炒两根好菜好吗 对 嫂子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尝尝我的手艺 你别听过 对对 赶紧进我 走 走